新闻介绍来看 这周就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家 在家庄也是大纳六町的圣三季 大纳顶公司就会采用四千斤的六町 家庄用档子、卡片来包装生意的类物 准备在圣诞菜家外团当中来分享乡亲 同时企图会用六町做一张圣诞树 并让民众下卡片来记后 来到大纳顶公司 公司任何人都没有包装到一包一包的圣诞类物 里面如果有糖、巧克力、卡片 同时有一个在地龙散、柳顶 这里就是公司特别采用到四千斤的柳顶 并包装三千分的圣诞礼物 要在23号的采家外团分散给民众 来感受到贵子气氛 我们大纳为要提供这个柳顶 我们跟圣诞节庆做一个结合 所以像比如说圣诞喜糖是大家最想要拿到的 我们特地把这个柳顶 我们把农民买这个柳顶最原始的 阿油公所的工作人员 把它试干净之后 我们再跟喜糖包装在一起 附上一个圣诞卡 然后在12月23号 就是这个柳顶公司时才接的时候 我们会一包一包的交到民众手上 然后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圣诞节快乐 大纳店中阳真如表示 23号的采家外团有将近一千人报名参加 特别是有一张用柳顶所葬式的圣诞秋 到时由管柳顶电话馆 传来的小朋友 先下到新冠卡片 来下到100空一年的新冠 这个圣诞树呢 也是用这个柳顶 柳顶来装饰的 那我们称这个圣诞树叫做心想事成 这个成呢 就是这个柳顶的成 所以我们取谐音 但是呢 这个意涵很深远 我们希望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许愿卡 盖在这个圣诞树逃定 然后我们也会在 My darling那个入口异乡上面 做一些圣诞的这个艺术布置 今年最后大厨三年过多 大纳电公司帮着高能销售牛顶 并结合作率是真有創意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心想事成 这里是文章开发口咬风大纳电餐